謝謝 Penny Penny Penny這個是非常nice的一位 對 我很難想像 我還記得她第一張專輯 彈這吉他怎樣 我要跟你講個笑話 台下就會旁邊會寫那個 那個字板嘛 我剛才其實我有小小的唱 露了一個歌詞 因為我看那字板我看不太清楚他寫什麼 他就是拿著字板很快閃掉 他寫什麼後來那個字板 一直走 他說可以說可以下去跟觀眾 互動 原來可以下去 這我不曉得可以下去 因為看到機器在前面我就不太敢下去 我這個人非常容易清靜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走到台下去訪問好不好 可以可以 換點縣長 我們縣長跟縣長夫人就在我們正前方 那當然我覺得Penny 真的是非常一個nice的女生 而且她非常的喜歡跟民眾 現場的朋友互動 有沒有看清楚一點了 有嗎有嗎 其實很多人看到我第一個反應就是 他們很善良 他們說你好小喔 電視機上感覺很高 因為她非常的瘦 不是我媽生我這樣我就應該要欺負了 真的 我們知道Penny是一個創作型的歌手 在2010今年有什麼樣的新的計畫嗎 我當然覺得最重要就是身體健康 每一個人的一樣 因為有好的身體才有更美好的未來 不管你未來有多大的夢想 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健康的話 一切都是空談的 真的我覺得 真的我覺得身體非常的重要 那當然我相信花蓮是一個好山好水的地方 我們也邀請全世界的朋友來到花蓮做客 對把美好的那一面多多的推廣出去 然後把整個台灣 不只是花蓮的還有很多很多地方的 旅遊的地方的一些聖地的美景都推廣出去 這是非常重要的 當然今天來到花蓮 當然就是先要推廣花蓮的對不對 沒錯 給Penny一個掌聲好不好 希望明年每一年都有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那怎麼樣推廣 怎麼樣讓我記憶深刻 最重要的就是 觀眾朋友給我的反應 因為我們覺得作為一個歌手 其實觀眾的一個歡呼聲或者掌聲 對我們也是非常一個大的成就 所以不管今天是不是我在台上 我都希望大家為台上所有所有的歌手 然後就是用力的鼓掌 對因為我們真的希望就是可以把花蓮 整個旅遊的部分可以推廣到更高的一個層次 這樣子 我相信一場好的演唱會呢 實力派的歌手之外 熱情的觀眾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覺得有時候演出不只是台上的人的 台下的人其實也是演出者之一 所以大家盡量的能夠開心起來就開心起來 對而且在這個舞台上全世界都看得到我們 那當然Penny我們知道其實你前陣子 剛拍完你的演唱會 那這次呢再站在這個國際的舞台 花蓮的舞台 你心中演唱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沒有我其實現在我正屬於 其實還蠻符如今天的主題 我現在正屬於休假當中 其實我今天來是非常休閒的 所以我剛才也跟方炳斌到外面去逛了一下 買了一些吃的 所以其實那個心情其實是蠻輕鬆的 就是輕鬆愉快的心情 帶來好聽的歌曲 那接下來呢又帶來什麼好聽的歌曲呢 所以接下來那首歌我還是決定要站在台下唱 OK的 然後我會直接這樣走到後 走不到後台 有點困難 來坐這兩邊都可以堅固 好 這首歌曲我相信也蠻符合佩妮的個性對不對 對 就是認識我的朋友都會覺得我是一個蠻奇妙的女生 那我自己也不懂怎麼解釋 所以我寫下這首歌給我的唱片公司 也給就是對我這些年一直某某關心的朋友 原諒我就是這樣的女生 謝謝 歡迎戴佩妮 謝謝 好啦 要我去哪裡就去哪裡 我很好溝通的 我先站在這邊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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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著了嗎 我先站在這邊好不好 睡著了嗎 真的喔 哈囉 新年快樂 我要唱歌了 先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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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我不夠人分 所以怕再為誰做錯 我太過忍真 愛讓人不夠欺騙 愛要有天分 所以我始終學不會放任 所以我始終學不會放任 我不夠天真 不允許我傻傻的等 對自己殘忍 多殘忍 多殘忍 我要有分寸 我要有分寸 我太過認真 所以才相信 所以才相信 所謂的永恆 愛讓人慌聲 所以知不覺不小心 成了 我太不責任 不允許有太多悔恨 對自己坦誠 多坦誠 多坦誠 我自由分寸 我只是無辜的人 很需要 談情聲 有一些文字等問 只留給傷過的人 明知道有些問題 沒有答案還是有問 原諒我 因為我就是 這樣的女生 中間的離太遠的對不對 我這樣好不好 我太過認真 所以才相信 所謂的永恆 愛讓人慌聲 所以知不覺不小心 成了 謝謝 我太不責任 不允許有太多悔恨 對自己坦誠 多坦誠 我自由分寸 我只是無辜的人 很需要 談情聲 有一些文字等問 只留給傷過的人 明知道有些問題 沒有答案還是有問 原諒我 原諒我 因為我 就是 這樣的 無辜的人 很需要 談情聲 有一些文字等問 只留給傷過的人 明知道有些問題 沒有答案 沒有答案還是要問 原諒我 原諒我 因為我 就是 這樣的 女生 這樣的 這樣的 女生 這樣的 這樣的 女生 這樣的 女生 原諒我 就是 這樣的 女生 女生 謝謝 拜拜 謝謝佩莉 謝謝佩莉 好